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西方国家去风险的各种挑战 连深受习近平赏识被迫隔 连深三级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 都因为涉及间谍案而被仓促把关 中共正将一系列的不顺归咎于西方国家的破坏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官网15日刊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中国是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习近平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做出 他上任以来最强硬的谴责 只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 贩奴 殖民 掠夺等血腥罪恶 根据《求是》杂志报道 这篇文章是习近平针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演讲 涵盖了中国所有的省级以上重要干部 习近平表示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是尤其历史传统 社会制度 发展条件 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 国情不同 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 除了声称中国式现代化最合乎中国国情外 习近平更针对西方国家做出了自他2012年上任以来最严厉也最不加此色的批判 习近平痛批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 贩奴 殖民 掠夺等血腥罪恶 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 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侵略 凌辱的悲惨历史 深知和平的宝贵 绝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 有分析指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碧桂园纷纷纷传出爆雷 与资不抵债青年的失业率屡创新高 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困境 中共为了维护政权一定会将这一切经济的失败归咎于西方的封锁和颠覆 现在已经以全民抓间谍营造对境外的仇恨 接下来肯定会实行更严厉的对外政策 打击外资企业并掀起清洗西方文化的运动 海外华人可能再次沦为受冲击的对象 据报道国内粉红已将海外华人定位为祖国的敌人了 中共官方近期不断加强有关国家安全和反间谍的宣传 8月15日国安部发文强调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并翻炒7年前的云南省委党校退休教师紫塑案 称其招募赶死队妄图颠覆国家政权 中共为何有如此强烈的不安全感 中国真的会爆发一场颜色革命吗 国安部的文章发出后立即引发关注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天安门学运领袖周峰索告诉媒体 这次中共突然热潮紫塑的事情颇有些薄眼球的意思 这个是中共以前轻易是不太谈的 因为武装暴动本身是中共最害怕的话题 今天这种热潮当然一方面 它可能就是为了转移经济这种困境 把国内问题归结于外来阴谋 周峰索说 另一方面习近平是一心要为攻打台湾做准备 这个情况下 他肯定要树立很多这样的敌人 比如说同情支持台湾的人等等 树立敌人来维持他的政权 熟悉紫塑事件的周峰索周二曾发推文 指出紫塑是2020年2月在加州自由雕塑员颁发的 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得奖人 也是民运组织一直关注的政治犯 给他发奖希望他的努力被更多的人知道 但是央视宣传显然更加有助扩大影响 紫塑被捕的直接原因是要求习近平下台 他还说不知道多少人会见贤思奇 继续努力 这是中共无法控制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周峰索表示目前中共是四面楚歌 经济疲弱 看到终于有陈胜无广了 好像给很多人指出了一条路 中国近期持续强化反间谍及国安宣传 8月1日 国家全部通过社交平台微信 发布公开社会动员令 宣称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 号召全民举报间谍 举报有功者有赏 8月10日 上海公安确认已非法经营罪 拘捕了上海最大的中美移民中介之一 外联出国的负责人 有消息指当局索要该公司数十年的移民资料 舆论担心移民海外的华人及国内有海外关系的人 都会成为打击目标 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侦查专业 目前在纽约做律师的高光俊表示 中共二十大人试骗动后进入中央政治局的 有三个都是职业警察出身 其中包括前国安部部长陈文青 他还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另一个是公安部部长王小红 这两人都是掌握中共刀把子的人 这个信号实际很明确 中国就是要特务治国 情治治国 高光俊指出 另一个趋势就是 中共会无端地利用间谍及国家安全为民意 打压中国有反抗意识的异议人士 紫素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至于中国国内到底有多少人在组织地下反抗 高光俊相信大有人在 针对紫素案及国安部门的炒作 在美国的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表示 很多专制威权国家都曾有过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而经济一旦放缓及陷入危机就会发生民主转型 他认为其实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民主转型 在美国全国的反华浪潮中 拜登总统似乎显得还不够力度 路透华盛顿8月16日报道 周三一个由美国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组成的两党小组 敦促国会为拜登最近发布的限制美国部分 对华投资的命令 投入资源称其为首要任务 21名资深官员中包括川普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和今年7月刚辞任的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 他们致信国会领导人称限制美国部分对华投资命令 是限制对手进入美国资本的迟来的进程早该进行 这封信是写给美国国会领袖 及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信中写道 美国必须确保中共和其他外国对手 无法利用我们的金融活力和开放性 来继续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繁荣 拜登上周发布的命令预计将于明年实施 旨在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中国开发 可支持其军事现代化并削弱美国的技术 国家安全 该行政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长禁止或限制 对中国实体在三个领域的投资 半导体和微电子 量子信息技术和某些人工智能系统 前拜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彼德·哈勒尔 美国前指挥官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哈里·哈里斯和菲利普·戴维森 也是支持这封信的其他官员之一 8月15日湖南诸州长沙湘潭衡阳近50位公民 计划到南越忠烈慈缅怀抗战英烈 但在前两天所有参与的人都被当地的警察控制 劝阻当天活动因此被迫取消 赴南越忠烈慈缅怀英烈活动发起人 陈晓峰16日告诉媒体 这次报名人数约有四五六十人 其中有六个小孩全部都被警方找上 劝阻不得参加祭奠活动 我也被控制一天 所以活动被迫取消了 8月15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 诸州公民陈晓峰 人民邀约了长沙 诸州湘潭衡阳四个城市的几十位网民 去南越忠烈慈祭奠抗战英烈 但是没想到此事却惊动了湖南省公安厅 诸州公民人民16日晚上对媒体说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 四个城市的报名人员 从11日开始就陆续接到 所在城市警方的电话 警告所有人不要参加这次活动 有的警察甚至上门吓唬 14日下午 陈晓峰和人民正在诸州市解放街的 不二堂茶馆喝茶 突然闯进十多名警察 大部分身着制服也有便衣的 警察将两人抓走 人民说 我被带到一家酒店控制 一直到15日下午3点过后才放出来 陈晓峰因为是这次活动的召集人 他被带到警察局 警察要他当场发公告取消活动 这次南越忠烈慈的祭奠活动 被湖南强力部门联手搅黄了 据衡阳网民自由飞哥说 他夫妻俩和一位朋友 在15日当天成功到达南越忠烈慈 他说 平时很少有人参观祭祀的忠烈慈 今天竟有二三十个来自省城和本地的警察 在现场严阵以待 南越忠烈慈有12座墓园 自由飞哥三人在烈士林献花后拍了张照 离开时发现花树上的碗帘被撕毁了 这时警察走过来要删掉他的照片 他没同意 回到家后警察也追上门来 强制要他删掉照片 人民说 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是去祭拜抗战英烈 又不是去祭拜靖国神社 省公安厅要亲自部署 不但在中列此布置了重兵防守 还协调各个城市重拳出击 这次参与维稳的警察估计超过100人 这些人问 我们只是祭拜抗日烈士 湖南当局为何如坐针毡 难道纪念被保卫我们家乡牺牲的烈士有错吗 法国费加罗报报道 中国房地产大王碧桂元 债务黑洞越来越大 碧桂元在马来西亚打造的森林城市 被指沦为超级鬼城的可能性很大 真是把马国害苦了 森林城市项目 起于2015年耗资超过1000亿美元 是一座在马来西亚南部靠近新加坡打造的 绿色与智慧的蔚来城 结果是一场失败 甚至前往参观的观察人士和媒体形容其为鬼城 蔚来城建在面积30平方公里的 四座人工岛上本应吸引70万居民 现在顶多有万余人住入 只完成28000个居住单位 装修完毕的也只是四座岛中的一座 根据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报道 其中近90%的商店可能已被抛弃 为什么森林城市会沦为鬼城呢 贝加罗报报道指 错误出在房价昂贵 当地人无力购买 根据法国电视二台的报道 森林城市每平方米售价2800欧元 而马来西亚人均的平均工资不超过700欧元 其中有些公寓甚至要价百万欧元 当地人高不可攀 至于外国购物者 尤其是中国富人 本来是森林城市计划最初瞄准的目标 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令严控资本外流 不过碧桂园仍在为自己庞大的豪舍公寓计划辩护 森林城市已经修好 且开放了两座高尔夫球场 两座豪华旅馆 一座国际学校 还有水族馆 碧桂园对新海峡时报表示 说森林城市计划失败并不公平 森林城市将于2023年全部完成 不过8月初 碧桂园宣布可能要在两年内重新评估起发展规划 不过谁都明白 森林城市项目霍英集团正在经历的危机而被颠覆 新加坡警方8月16日版通报 10名外国人涉嫌被造文书洗钱等罪行被捕 总计涉案金额折约7.35亿美元 这10人均持有中国护照 10名被捕人员年龄介于31岁到44岁 另有8人遭到警方通缉 12人配合警方调查 警方表示这些人相互之间有关联 他们中没有人持有新加坡护照或居民证 抓捕行动于8月15日实施 中央社报道 这10名已经被捕的洗钱嫌犯 均来自中国福建 他们中3人只有中国护照 其他7人入境新加坡使用的分别是 塞浦路斯 土耳其 柬埔寨等国的护照 但均持有中国护照 为配合案件调查 新加坡警方已经对94项房地产等和50辆汽车发出禁止处置令 这部分资产总价值大约5.99亿美元 当局同时冻结了至少35个银行账号 这些账号的户头余额总计约8.1千万美元 另外没收了等值约1.7千万美元的外币现金250余个名牌包机手表 120台电脑机手机 270余圈珠宝 2块金条 11份虚假资产文件等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